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求兩直線 L1方程式為12x加5y加10等於0 和L2方程式為-10y-24x加6等於0 是距離 那麼L1方程式為12x加5y 然後加10等於0 L2 這方程式為-10y-24x加6等於0 那我們整個式子移向過來 然後再去除以2 我們得到 這是12x然後加5y 然後這是-3等於0 這時候呢 這兩直線的這個部分一樣 那麼這是兩平行線 所以呢我們使用兩平行線 間的距離公式 這個距離是等於分母是根號12的平方 這是144 加上5的平方 這是25 然後分子呢是取決位值 然後呢常數去相減 所以呢這裡是10去減掉-3 所以呢這是10加3 那我們得到 這分母是根號144加25 也就是根號169 分子呢是決位值裡面10加3 這是13 那麼這等於 那麼這等於 根號169 就是13 那分子呢 這13取決位值 還是13 所以呢我們就算出 這兩平行線 之間的距離為13除以13 也就是等於1 這個答案 這一個答案 這一個答案 是1 3 4 6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